今天凌晨的时候发生了一起人伦命案悲剧 25岁的林姓男子跟父母同住 凌晨的时候疑似突然闯入了父母的卧室 殴打两人之后呢 在持水果刀刺向妈妈 导致母亲胸口中刀 当场倒卧血破中伤重不治 而父亲挣扎扭打的过程中呢 也被逆子刺伤 索性经过送医之后呢 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附近邻居说这户人家的儿子 平时都是跟爸妈一起住的 那么命案发生差不多的时间点呢 一度听到不小的动静 持刀砍杀父母 母亲失血过多身亡 而父亲呢也被砍伤送医 现在辖区警方呢 已经将25岁的林姓男子逮捕归案 要厘清他行凶的动机 目前正在征讯当中 他就能用最好 成功了 三辈子 就能用最好